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俄罗斯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秘书佩斯科夫 他今天已经证实,瓦格纳公兵已经达成协议 谈判针对普里格金的刑事案件将被撤销 那佩斯科夫的讲话证实,普里格金将流亡白俄罗斯 他将前往白俄罗斯 那瓦格纳的士兵呢,拒绝参加普里格金的行军 将与俄罗斯国防部最终签署合同 也就是说,俄罗斯国防部最终将收编瓦格纳公兵 那佩斯科夫说,考虑到他们前线的攻击 瓦格纳将士不会受到迫害,他们一直尊重他们的攻击 另外他也证实,俄罗斯国防部目前与普里格金谈判期间 没有国防部人事变动的安排 就是烧一股格纳西莫夫不会被解职 那么昨天呢,俄罗斯的媒体呢,也拍摄到 瓦格纳公兵领导人普里格金离开了顿河畔罗斯托夫 已经离开了南部军区司令部 这是普里格金离开南部军区司令部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普里格金乘车离开了南部军区 他目前呢,将前往卢干斯克 那么从卢干斯克呢,将前往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呢,已经保证啊,普里格金个人的人身安全 那么现在来看的整个事态呢,就非常有趣啊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瓦格纳撤离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画面啊 瓦格纳现在呢,撤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以后呢 将前往卢干斯克的营地 整个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啊,都被瓦格纳的车队啊 都被瓦格纳的车队欢呼 都被瓦格纳车队欢呼 可以看到啊,夹道欢迎 所以现在情况呢,就非常有趣啊 昨天呢,这个瓦格纳还是叛军 今天呢,夹道欢迎 而普里格金呢,前往了白俄罗斯 那么瓦格纳呢,又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了合同 所以现在来看呢,实际上瓦格纳 他这次是被收编了 大家看懂这个意思没有 瓦格纳现在实际上是被收编了 而普里格金,他失去了在瓦格纳的作用 他呢,正式流亡白俄罗斯 美国有限新网呢,援引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 美国的情报官员,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美军的三个情报来源呢 都认为呢,瓦格纳军事领导人呢 长期以来一直计划对俄军事领导层发起挑战 并且早些时候已经看到了所谓的行动迹象 然而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仍不清楚 叛乱的最终目的 就是美国方面现在没有搞清楚 到底俄罗斯在演一出什么戏 到现在啊,实际上给北约啊 给美国整崩了,确实整崩了 德国的国防部长在政府危机总部 关于俄罗斯局势的会议上表示 德联邦国防军没有针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叛乱行动的计划 柏林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 现在这一步 因为实际上呢,俄罗斯国防部啊 他呢,针对瓦格纳的这个收编啊 实际上呢,从这一次的 瓦格纳的叛乱啊,实际上达成目的 收编瓦格纳以后呢 俄罗斯国防部的人士也会发生变动 这是昨天呢,在圣比德堡瓦格纳的总部啊 在普里格金的家中 在圣比德堡普里格金家中啊 搜出的这个手枪 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各式各样的手枪 左轮手枪啊,还有这个子弹 这是普里格金的私人物品啊 那么还搜到了约40亿卢布的现金 大量的美钞 可以看到全是美钞 这是卢布,这是美钞 在普里格金的家里 另外还搜出了黄金 大家可以按照黄金 1000克 这也是大量的这个现金 大家搜到了普里格金的两本护照 普里格金有两本护照 那普里格金的两本护照呢 实际上用的名字啊 都不是叶弗根尼普里格金 大家可以看啊 他的这本护照用他本人的照片 上面写的叫弗拉蒂米尔 瓦西里耶维奇 另一本护照呢 是普里格金化妆以后的护照 你可以看啊 普里格金进行了化妆 除了眼睛嘴巴 其他的都进行了整容 应该是套了头套以后拍的照片 这本护照呢 他呢叫耶夫根尼 维克多 罗维奇 都不叫普里格金 那么也就是说普里格金自己拥有两本 伪造的俄罗斯护照 俄罗斯公民的护照 而且这两本护照都不是普里格金本人 一个呢是化了妆的普里格金 一个呢是他本人 也说普里格金实际上在家里面准备了两本 随身携带的这个 可以离开俄罗斯的护照 这是昨天在俄罗斯搜查普里格金住宅 获得的这个美元枪支 普里格金流亡白俄罗斯啊 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保证了普里格金个人的安全 又将瓦格纳呢 正式并入俄罗斯国防部 但是邵逸古和格拉西莫夫 现在的情况呢 也有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说实际上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很有可能会更换 俄罗斯国防部长 更换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呢 现在我了解情况呢 还有可能的会撤换 烧鱼骨啊 撤换烧鱼骨呢 将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这个职务呢 交由 九名啊 也就是俄罗斯的现任图拉州的州长 九名呢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简历啊 九名呢 是阿列克谢根纳纪耶维奇九名 1972年8月28号出生 出生在库尔斯克 是俄罗斯的军事领导人 现任16年9月22号起 担任图拉州州长 他也是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获得者啊 他是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15年到16年担任副部长 是上将军衔 政治学博士 他呢 17年啊 正式被冀 被列为普京的第三 顺位继承人 也说普京呢 他的继承人之一 就是一个九名啊 那么他呢 很有可能通过这次事件 将接替 烧一股的职务 也就是说 烧一股可能会退休 九名呢 1972年8月28号出生在库尔斯克 他的父亲呢 叫根纳纪瓦西里耶维奇九名 是军医 也是上将 是国防部主要军事医疗局的 第四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他跟军队内部呢 也是有这个 非常深远的这个根源的啊 所以他对军队内部的人士呢 是非常了解的 那他有一名弟弟啊 弟弟呢 是商人 另外呢 他的母亲呢 是 小学老师 94年的时候 他毕业于 沃罗涅日无线电高等军事工业学院 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军区一个小型军事单位 从事对抗敌方侦查装备工作 1995年呢 开始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总统通讯部门任职 与叶利钦 切尔诺梅尔金共事 陪同他们呢 在全国各地和国外进行旅行 并提供安全保证 特别是通讯的安全保证 所以1999年8月9号起呢 任总统安全局主管 在普京第一任和第二任期内 担任总统安全局的安全官员 保证普京第一任和第二任的通讯安全 07年呢 被任命为 组部科夫政府的主席 成为其安全部门负责任 弗拉基米尔普京 领导政府期间呢 9名成为他的私人副官 在此期间呢 9名开始兼任 俄罗斯安全局 也就是普京的私人警卫的副官 但9名本人的否认 曾担任过普京的副官 09年呢 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下的 俄罗斯公共管理学院 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 12年呢 担任俄罗斯安全局 联邦安全总局的副局长 14年起担任格鲁乌副局长 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 在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行动中 9名扮演了关键角色 那么当时啊 有一部纪录片啊 叫克里米亚回家之路 那9名于14年晚间 确定实施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前往俄罗斯的紧急撤离行动 就是由9名亲自执行的 9名本人呢 称其为神话并否认 15年起呢 地面部队他担任总参谋长 担任地面部队陆军的第一副司令 代替了伊斯特拉科夫上将 15年起呢 被授予中将军衔 21年呢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 9名被授予 上将军衔 那么2016年2月呢 根据俄罗斯总统令呢 他被任命为图拉州的代理州长 接替了离职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兹杰夫 那他担任图拉州的州长呢 是一个意外啊 所以呢 他呢 在图拉州选举中 以83.6%得票率连任 21年 现在呢 实际上呢 他呢 已经成为图拉州的政治人物 那9名呢 担任俄罗斯的新任国务长呢 俄罗斯的总参谋长 格拉谢莫夫呢 可能会也会被替代啊 现在呢 我了解的情况 现在普京呢 可能会任命 马托夫尼科夫 亚历山大 阿纳托利耶维奇 担任俄罗斯总参谋长 我简单介绍一下 马托夫尼科夫 他呢 是1965年9月19号 出生于苏联 莫斯科 也是中将军衔 他也是俄罗斯联邦英雄 17年获得这个称号 2020年担任俄罗斯联邦 地面部队 也就是陆军的副司令 是俄罗斯武装部队 总参谋 特种作战部队的副司令 那俄罗斯联邦武装队 总参谋 特种作战副司令 兼总参谋长 俄罗斯联邦 驻北高加索 全权代表 也是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 他呢 1965年9月19号 出生在莫斯科 祖父参加过魏国战争 外祖父参加过突厥内战 在魏国战中指挥过一个师 参加过斯大林格勒 和布良斯克战役 他的父亲呢 马托弗尼科夫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 80年代起呢 担任克格勃第七部门 第七局 第七局呢 主要监视苏联和外国公民 担任秘书处副主任 该部呢 隶属于反恐单位 A办公室 也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特殊情报中心 也就是阿尔法 小组的这个前身 91年呢 国家紧急委员会政变以后呢 在袭击卢比扬卡 科伯大楼的情况下呢 马科夫托弗销毁了 政府的秘密文件 随后被当局劝退 1982年起呢 马科夫托弗呢 进入了科伯高级边境 军事政治学校 86年毕业以后呢 开始在A组服役 那么他在维克多 卡尔普辛少将的指挥下服役 根据同事尤里托尔辛上校的说法呢 在服役期间 他呢曾参与啊 袭击阿明宫殿 也就是阿富汗 阿明宫殿的组织策划 那作为边境部队 作战部队 行动的摩托化机动大队一员 马科托弗呢 他参加了阿富汗战争 在那里呢 成为克格勃的 主要的执行人 包括在图曼 塔吉克斯坦 边境地区携带武器 和毒品的商人 那进行侦查 那马科托弗呢 1987年呢 参与了保护美国 萨切尔夫人的安全 92年呢 毕业于俄斯联邦 安全部高等学校 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 多次特种择战 包括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 他在袭击 布登诺布斯克医院的行动中呢 担任主要领导人 参与了杜布罗 罗夫卡 反击反恐行动 而且呢 在别斯兰 以及车臣呢 他有一个专门的代号 叫切克斯特 他在阿尔法特种部队呢 服役一些30年以后呢 13年被调往国防部 后被任命为 俄斯联邦参谋部 特种作战副司令 15年呢 阿里克谢九名 卸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呢 托克马尼科夫呢 成为俄斯联邦铁路部队司令 以及武装部队总参部副司令 他是俄斯总统普京手下的 第一名特派军官 他也是海外秘密行动的主要领导人 就现在俄斯联邦在海外的 几乎所有的秘密行动 都由他直接负责指挥 其中包括在乌克兰 克里米亚 他协调了行动以及人员 而且呢 他也只会参加了俄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17年呢 根据普京的法令 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也被授予俄斯联邦英雄称号 按他自己的话说呢 为了叙利亚 由于该服的封闭性 仅在颁奖典礼期间 首次出现在公共场合 并拍摄了镜头 尽管呢 多数叙利亚俄斯英雄称号属于机密 但是他是首位被公开的 在叙利亚执行秘密任务的 俄斯英雄称号 而且被拍照的啊 这个照片是非常难得 是唯一一张他的照片 2018年2月20号呢 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8年6月26号 被任命为俄斯总统驻北高加索 联邦区全权代表 接替 奥列格 别拉文财富 这些决定呢 受到了高加索领导层的支持 包括卡多罗夫 18年呢 18年7月3日 他进入俄罗斯安全理事会 18年至19年的 他参与了车臣硬古石地区的领土争端 2020年的普京任命的前总检察长 尤里柴卡为助高加索全权代表 同日呢 马托尼科夫被调任陆军副总司令 马克诺尼托夫呢 他个人呢 第一任妻子呢 叫阿尔加 第一次婚姻生活呢 生的女儿呢 是安娜 1995年出生 第二任妻子呢 叫韦斯特兰娜 05年结婚 生一女儿 06年出生 叫亚利山德拉 另外还有个小儿子 叫阿雷克谢 是09年出生 那么2023年的2月6号啊 一架俄罗斯飞机在白鲁斯刀的袭击 此后呢 互联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当时担任白鲁斯武装部队地面作战 小组组长的马克尼托夫 那首次在白鲁斯公开活动啊 也就是说他和白鲁斯之间 他现在是从03年的2月26号起 他一直驻大在白鲁斯 特种部队的这个指挥官 所以他现在呢 很有可能会 因为这起事件 他接替 格拉西莫夫 大家看啊 白鲁斯方面也发挥影响 所以他可能会接替格拉西莫夫 那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了啊 也就是说 现在实际上呢 普京呢 通过瓦格纳这个政变啊 打引号的政变这件事呢 首先一点 解除了普里格金的武装 普里格金流亡白鲁斯 白鲁斯地面 俄罗斯地面部队 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呢 接替了格拉西莫夫的职位 那么现在瓦格纳呢 又成功的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 而烧一股又退休了 也就是说 瓦格纳的普里格金退出了历史舞台 前往白鲁斯流亡 不会再回到俄罗斯 前往白鲁斯流亡 瓦格纳呢 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 而他的死对头 少一股和格拉西莫夫 那下一步也可能会退休 因为实际上 普京的这一次啊 打引号的军生变 解除了瓦格纳的武装 而且也解除了 格拉西莫夫和少一股的职位 那 普里格金 他本人流亡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非常有趣啊 有点像当年这个杯酒士兵权啊 但是俄罗斯这个杯酒士兵权很有趣啊 他用军事政变 用北伐 咱们看叫北伐 200公里到莫斯科 然后马上掉头回来 最后呢 达成一个协议 那普里格金 他现在流亡 再加上少一股和 格拉西莫夫交出权力 那可能下一步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很有可能通过这一次事件 重新整理俄罗斯国内的 这个军事高层 重新整理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呢 这一次军事政变 变成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一次 我觉得是一次大刀客服的改革 就是将稍微股格拉西莫夫 那逐渐的替换成 像刚才讲的九名 还有现在的这个 白洛斯方面的这个 特种部队的司令 所以从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呢 这一次的 瓦格纳集团的这个 政变吧 不光是西方的 情报机构 包括中央情报局 包括欧洲 欧盟的 德国的一些情报机构 都没有反应过来 实际上连 乌克兰 俄罗斯国内的一些高层 也没有反应过来 这实际上我个人判断 就是普京对俄罗斯国内 这些权力核心吧 重新进行权力分配的 我觉得是一个手段 或者叫演了一出戏 你看瓦格纳呢 实际上被解除武装了 瓦格纳实际上被 俄罗斯国防部收编了 而俄罗斯国防部的 几个高层呢 也将被替换 特别格拉西莫夫和少益谷 未来呢 可能有可能会退休 而这个 瓦格纳的领导人 普里格金 他呢 流亡白俄罗斯 流亡白俄罗斯 未来也可以启用 所以实际上就变成了 对俄罗斯国防部高层的 一次清洗 这就非常有趣 所以有时候你看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他是有手段的 所以从昨天的这24小时 发生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的高层 俄罗斯的国防部 权力结构 发生了巨变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但是很有可能的 也会发生新的变化 我会持续关注 未来乌克兰 和俄罗斯战场的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呢 我也回第一